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真对不起 是不好的意思 那真对不起 你就不是表 有些是他设计手表的嘛 对啊也是手表的表 是那个难听的表 对设计我跟你说 现在有一种表叫山本药丝表 山本药丝在中国朋友圈里可以说有一种鸡汤叫山本药丝鸡汤 这个人对我有一种吸引力 你可以看看他的这个照片 日本的著名的时装设计大师 他这个最经典的就是黑色 对啊而且他是这个人还是跟北野武啊什么有合作呀 关系非常好 你再看下边你看这是他的这个风格啊 山本药丝的这个设计 哎这是山本药丝 呃这个再看 这是他的他喜欢的猫 也是黑的是吧 哎他的这个往下看他的生活 猫是狗啊 他的起居啊起居 山本药丝这把椅子啊 山本药丝的这个设计 哎再看就是他这个工作完了牵着他的狗 就像个败犬一样回去了 是吧山本药丝很有意思 也出了一些书对吧 嘉辉你对他有认识吗 我知道大名我就穿这个是三本寿司 找了半天 我本来今天里面还穿黑色的 还找一件黑外套装他 对对 可是后来在镜子前面看了半小时没有半点像 我就算了 哎女人喜欢山本药丝吗 不好驾驭他的衣服 因为他的衣服都有来说他就比较大 就是因为他不是根据你的线条的 就是他不是根据女生身材线条 他比较讲求独立 所以他就是很直线 或者甚至是比较立体的一个 一个穿着 所以我就觉得我没有办法太驾驭他 好像一个女生要某一种特殊气质 我觉得才可以穿着黑色 我比较喜欢他同期的三则医生 三宅医生 三宅医生 第一个名字我们觉得很奇怪 一生一世什么 然后最好玩是说其中一个美学是很奏 那些衣服他用的料很奏 我还记得我妈妈坐在旁边看那个电视的时候 隔一尾应该怎么讲 这广东话 铸语词 这等于是老天 惨不忍睹的意思 鸯公 鸯公 对差不多 怎么会造成这样 没运就敢穿出来 没艳芳什么 我印象非常深刻 可是他学后 越是长辈 看不起的东西 我们越喜欢 可是觉得很贵 很遥远的东西 后来有一次在日本 又是买了几件他的衣服 可是是二手的 也是穿不起来的 因为你穿皱的呢 本身架子又够又挺 我们用驼背的那个穿不起来 你衣服又配了 因为有你的身段 你像山本耀司就是说 他这个有一个 他最最简单的一次是 表演完了夸脱了 就是一块布 他讲究这个布料的旋锤感 对 下锤感 他说你要观察他这个旋锤感 然后披在模特身上 披在你穿上之后啊 他这个变化 你看他不是紧身的 对吧 他就讲究衣服和皮肤和肉体之间 有个空空空间 他打过一比方 比如说你的情人跟你上完了床 然后呢 拿过一件大衬衫穿在身上 他这个时候这个光影啊 他就观察这个这个领口啊 和皮肤之间光影的摇曳变化 你知道吧 哎他是这么个道 反正还有品味了 对吧 好看你刚形容我 那是我最喜欢看的一个影像 一个女生啊 恩爱缠绵之后 穿着男生的白衬衫 当然首先呢 那个里面呢 不穿衣服 对 腿子好长 然后而且背光 站在窗前面 哇 那个女人穿白衬衫 哎呀 我又想起小军军 对我了解你 对上次你也是 就是说一看女人穿衬衫就忍不住 嗯 当时的对象是周一军 哈哈哈哈 好 现在这个我要说山本耀司 最近在我们朋友圈里 中国朋友圈里 聊起了一个话题 是 首先他岁数也不小了 但是呢 他有他对于前卫和新锐的概念 比方说我就注意到他觉得穿什么烂穿什么意大利 法国那些名牌 他觉得那才叫老土呢 那他的那就叫保守 他就说他对日本女孩子现在看的很不满意 但是为什么在中国朋友圈炸了呢 我觉得这个就很有意思 他讲了些什么呢 哎 甚至我就说啊都可以打出字幕了 我们来来来看看山本耀司的警示 他是说 这次有点过激了啊 他说啊这个 我要给这个年轻人一拳 有一种只有在日本发生的特殊现象 那就是被叫做大小姐的这种人 或者是靠着父母援助生活的年轻人 他们都穿着世界级的高级名牌 欧美的年轻人是绝不会穿这种昂贵衣服的 欧美的年轻人能用二手店或者跳到市场买来的便宜衣服 就能把自己打扮的非常有形 大部分的衣服都只有两三千日元就能买来 我觉得这才是年轻人特有的帅气 那你再看下边 为什么日本的年轻姑娘会有这样不可一世的姿态呢 我指的是这些16岁左右到22岁左右的小姑娘 要让我说这些女孩从高二高三开始就已经是一副娼妓面孔了 那往下看 说的夸张点日本的年轻女孩全都是季 她们不是为生活所迫不得不为娼的女人 而是纯粹为了玩乐而为之的卖春 为什么要说她恶劣 因为日本的社会容忍了这种用年轻的魅力 偶尔来换点钱的整体氛围 因此作为有钱人象征的时装 用潮流名牌来压垮了日本 你们能理解她讲的这个牢骚吗 可以 可是让16到22岁的女孩子来背这个会不会太沉重 你应该是说这个社会风气为什么鼓励了这些女孩子 而日本的社会风气 我认为在日本来说应该是男人来主导的吧 所以她应该批评的是男人 她怎么批评16到22岁的女孩子呢 对啊 她没放过男人呢 她是说的 她把女人骂的比较难听 对 她就说啊 这个这种女孩啊 就是叫嚷着名牌名牌一路追到意大利的也大有人在 甚至还有人为了买A货跑去香港 对吧 她说如果是阿姨买什么奢侈品 我还能理解 为什么年轻人也这么做呢 她认为只有在 我认为这是只有在日本才会发生的特殊现象 其实我可以告诉她的中国更厉害 然后她说这种女孩我不觉得她们是女人 是愚蠢的小女孩 她们被宠坏了吧 觉得年轻就了不起年轻就最伟大 什么我又年轻又貌美 你一定想约吧 她们的脸上就这么写着 她说对于过了25岁的女人 就侮辱性的以欧巴桑称之 这居然也被我们的社会默许了 你看她这说了 这就是因为日本的男人们 觉得这种小女孩是鲜肉 新鲜肉感性感嫩就是可爱啊 所以才把她们哄得七荤八素不变方向 不知道自己是谁 我做一些评论那么久的人 是觉得说她做这种评论 她非常危险的 当然因为她是名人 假如是普通人做就被骂死了 她名人无所谓 一般要比较安全要加某些日本女孩 某些16到22岁 有不同的人类 不同的人种 她不能这样一棍打死 就算是她一棍打死这样 就像刚刚又婷其实暗示的 非常难人的观点 她去condemn 她去责备这些女生 我觉得这是非常负权的看法 就算我们不是说鼓励女生往这些方向走 那第一个是说 当然不仅是日本 不仅在中国 香港 在纽约 巴里斯 大城市 伦敦 都有这样的一群的女生 看着徐庄杂志长大 家里可能有些钱 给她追逐名牌等等 可是说就算是这样 她们有这种权利 为什么你要把她们脸上的笑容解释为 怎么样 你想约吗 等于是说也暗示你要不要跟我上床 我有把人家看成 放在一个那么淫乱的框架里面看 那我觉得她这个 日本人嘛 我们知道日本人看的世界 蛮奇怪的 我是觉得假如我是作为一个女人 特别是日本的女人 听了这些话非常不舒服的 我为什么没有这样打扮的权利 她这种说话有点像一些警察 以前发生过去年在溜耀 有个女生被强暴 然后那个警官 美国的警官就说 活该啊她穿迷离群出门啊 她为什么不自我检点呢 那么晚穿迷离群出门 这是她的权利啊 你不能说暗示她说 她在交换人家来强暴我 你不能这样说 是 但是呢 她作为这个时装设计师啊 我觉得她可能关心的是审美 对 我一直在想这样 就是我企图从她这个 比较直接的话里面去了解 她到底想告诉大家什么 我昨天想到的就是说 我看完了以后我想 对 她可能告诉大家 我们的审美变得很单一 跟很肤浅了 就是说从以前我们 尤其在中国我们刚开始 也会觉得好像 那些人都把牌子logo越大 放在身上越好 蛤蟆镜 带着这个 对 就是好像你要放在身上才行 那大家会觉得 这是一个很粗浅的一种审美 那我觉得她看的 因为她毕竟是日本人 所以她观察的是日本社会 那我有个朋友 她是个外国人 然后她在日本当律师哦 然后呢 她的孩子在日本出生 然后我就说 那你在一个女孩 她的小朋友是小女孩 我说一个小女孩在日本出生 应该会学很多东方的礼教 你会不会觉得 她不会像西方的女孩子那样 就是比较自主 但她会有很多礼教 你应该会比较开心 然后她马上跟我讲说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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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很担心的就是她在高中的时候 她就去圆交了 然后她就跟我讲 所以我就说 这个白人她已经感觉到日本的社会 就是到了高中 她的女孩子就开始对钱很在乎 然后我就 她就说因为她所接触 就是她以一个成人男人的世界 在日本工作的情况 她认为日本的女孩子是比较白金的 所以我想她是反映出日本现在 就是可能这种社会现象 一直都没有削弱过 反而有增强的趋势 但是我就觉得山本大师真是高标准严要求 以我在东京京都街头看到的 我觉得日本的年轻人一个一个都很有型 从西着到发型 我们没法比 枪枪三言行广告之后见 所以你看她实际上批判的我觉得是时代的审美 我觉得我很能想象像山本老师这样的 她肯定觉得今天的世界就是恶俗到历史上的顶峰 但是你看她的标准 她说现在这个世界就是一个恶趣味的时代 你看她的标准 咱们对对号 穿着普拉达 戴着爱马仕戒指 背着路易威登的皮包 穿着Fendi或者Fairgum的皮鞋 全身都包裹着名牌 开着不知道谁给她买的宝马或者宝石捷 然后总之只要装作有钱的样子就好了 全都是守旧的 毫无疑问沦为了保守派 你看她认为这种是守旧的 是是是保守派 不是前卫 只要装作有钱的样子就好了 这种恶趣味在今天的日本 已经弥漫成了一种难以遏止的风气 这就是病 这就是 那山本老师老师应该把她衣服 价钱便宜一些 这样我们也才可以有幸 我一买不前想说她的衣服一件这么贵 我怎么买得了 她说的这个我倒有共鸣 我在这个比如说在德国也好 或者在在 有美国的街头啊 就是啊 小孩子 就是二手店跳到市场买的 真的几百块钱的衬衫牛仔裤 人家就很很帅啊 我特能理解她这个 就是 包括你记得你看过一个电影吗 叫阿戴尔 哎 这就是我 应该拍的是法国吧 法国的这种上中学的一个小女生 平常你看 她让我觉得她们的注意力不在穿着 中学生嘛 就是穿个牛仔裤干嘛 但是她热衷于搞的是同性恋 她去跟去看演出去音乐节 她热衷的是精神生活 就是这些穿嘛 孩子嘛 那没多少钱 穿成什么样就什么样 而且一点也不low哎 但是反观 确实在今天中国的街头 我就能看到 就十几岁的小女生啊 她那个打扮的像个成年人 那个浓妆 我不知道 她是一种自我的夸赞 还是一种 我可以告诉她 男孩子不大喜欢女孩子浓妆的 一般来说 是是 你知道吗 如果真从男人的角度看 不喜欢你打扮的跟个这个人 交集花一样啊 没有 她这个 因为她说的当然是说审美 可是她说的那种恶趣味 我真的不觉得在日本 或者说在其他地方都有 对 都有很重要的代表性 因为在每个城市 我们都看到一些年轻人 他那个打扮的很有创意 或者说就穿很便宜的衣服 像她说那一段话非常对的 买两三千元的 就可以穿得很漂亮 年轻人 就跟那句英文一样嘛 You can get away with anything 就说你那么年轻 你穿什么都可以的 你的青春就是美 这样子 我们都看到有那些人 可是重点是说 为什么那些创意 那些人的搭配 那些人的那么美的力量 没有办法发展出来 因为假如你不断说这个恶趣味的话 不同年代的地方 都是这样有出现这一群 你去condemn那个去责备那个恶趣味 是其实没有什么作用的 可是你怎么样帮助 把那些青春的美的力量 发展出来才是重要的 对 但是这个美感需要被培养 以及需要被在培养的过程中被肯定 也就是说如果我们的美感 都只有个单音的标准 那我们年轻人也会 只会随着那个最明显的一个标准 如果你刚才说像那个我常常看日本的杂志 日本杂志绝对有一位叫做素人模特儿 他们会到街头去拍那些女孩子 然后他们会看那些女孩子穿什么品牌 把这品牌拉出来告诉你多少钱 但是有某一些特定的品牌 某一种杂志 他会找那种大学生 是他们叫做素人固定的模特儿 他每天都去大学拍他穿什么去上学 他们拿的都是名牌包 我去财神想 这21、22岁的女孩子 怎么可以拿爱马仕去上学 但他们全都上杂志 然后告诉你他平常去哪喝下午茶 去哪逛街 会不会有女孩子想要变成杂志上的模特儿 而被大家肯定说 我今天上杂志了 会有 所以这是媒体的一个作用 然后反观在中国 你知道我那天去上海复旦大学 我们做了一个讲座 在讲什么是成功 有个上海的复旦大学 我觉得复旦大学女孩子 应该比台湾任何大学都厉害 举手他就问上面的来宾说 请问一下 如果你们现在告诉我说 成功有这么多地益 但是我们每天都在看报纸 看到这么多成功的故事 如果我的故事今天不在报纸上 我怎么觉得我成功了呢 所以我就说 原来你对成功的地势 要被登在报纸上 被登在杂志上 你才觉得 我今天被肯定了 他说如果我今天没有在这杂志上 我怎么知道 我怎么可以告诉我自己 我成功了 他问上面的来宾 我们所有人傻了一下想说 你怎么会有这样的定义 然后我觉得它是来自于 这么厉害的学校 他应该要 但是我就发觉 原来可能中国的社会 把这个成功限制的很单一 那同样我觉得美感也是 就是你不肯定 你今天穿黑色 穿白色 如果今天穿一件简单的T恤 在美国的街头上 你可能会常常有到的一个反应 是他会读你T恤上面的字是什么 所以美国T恤的这个风潮很多 因为你一件简单的白色的短袖衣服 但是它上面的字态度图案 表达了你的个性 所以你在美国不能随便穿T恤 对吧 但是你到了中国 你穿T恤大家觉得 它就是一件白色的短袖的汉衣 或者是它就只是一件 没有造型的一件衣服 他们没有办法去欣赏 他所带给你的一个态度 所以我觉得 你T恤写英文 大家看不懂 写中文的公安和过来问你 什么意思 对 就是图案或什么 就是你没有办法很自由的利用 这个东西 只是简单的一个图形 去表达你的个性 所以那当然大家会 我觉得年轻尤其年轻人 有一种寻求投材之间的认同感 我希望被你肯定被大家欢迎 在这个寻找自我的过程当中 我只好随随主流 那我没有办法 我可能买不起 但我就跟我妈要 再加上现在的爸妈都很宠小孩 所以我觉得可能会有 这样的一个情形主流出现 对啊 你看佳辉你也是有女儿的人 你对你女儿的穿着 你现在有什么观察 观察 我看都不敢看她 也看不到她 我女儿很大了 已经不管我了 可是我蛮 不管你了 还是你不管她 她不让我管 可是我蛮高兴的 就是她在打扮美感 走清纯的路线 不是那种漏鲁钩 漏骨钩 漏骨钩 这个文艺 小清新 文艺 我觉得她也没有去追求名牌 最主要是什么 审美当然是对的 可是审美不仅是从 对衣服的审美 其实是包括你对其他的追求的养成 比方说一个人在生活里面对其他的艺术种类 比方说音乐 绘画 舞蹈 完全有关系的 你对那些一无所知 没有素养熏陶的话 对不起 他一定会拒绝不了那一套拿名牌包 那一套非常主楼的什么 美学语言系统 他没有其他语言的 对吧 OK 可是假如你其他的文学音乐等等有熏陶了 你不会看得起这一套美学语言的 为什么 太粗糙 是 太粗糙了 都一样的 你是不要讲牌子 你是叫牌 我也叫牌 你是十二万五 我是十二万五 太粗糙了 不是不好 明白东西很好的 我看我那些有钱人太太女性朋友的 哇 那多漂亮那个皮 那个东西 那个车 可是重点是说 不够 在这个以外还有很多东西 你没有那个熏陶 你就不懂得欣赏 还有名牌 他也有名牌 他们本身会成为名牌的理由 并不表示名牌 像好像有人直接把名牌 变成粗俗的东西 像我有很多朋友在做这种衣服的材料 他说Hermes每年来台湾 跟台湾的厂商 光是这个几针几支 这个他们每天每年 他跟你比较这个东西 你是不知道那个询问之多深 所以不是我们想象中 他就是一个H的logo 放在上面 他就每天用H 制造出各式各样的图案 然后让你穿在身上 也不是说一个百分之百的真丝 好像他就是最厉害的制裁 对于他们来说 对于这个材料 怎么从大自然中的任何的一个植物上 缩取才要变成一件 可以有立体感的衣服 这是这一个名牌背后的公务务务 可是我们也不懂得教这些 不管是年前 或者是甚至大人们吧 你买了这件衣服 你只觉得它很贵 但你不知道它贵的背后在于这些东西 就广告话讲 撒一走 你并不享受到它真正的价值 是是是是 还有一个是这个娼气轻松化 我觉得三本要是提的问题 他就说 这些女孩为什么是娼击面孔 我想起中国一个导演就讲说 现在找小清新 找看一的堆女孩 十几岁都一脸风尘相 他就说 在你看山本要斯就是讲 他说这种女孩 是受了电视节目的影响很大 还是说是那些控制日本色情业的 成年人的某种宣传战略 反正他就觉得 什么小女孩 甚至就是说日本 他照他说起来 日本现在的这么一种文化 就是说年轻人觉得为了买个包 或者为了什么 肉体嘛 没有关系 卖一下 说不定自己还享受 就不是说咱们原来说的 说苦在酬圈 家庭困难 去卖个银 是是是是 而是说跟叔叔睡个觉 有什么不好 自己也舒服 你还可以赚一些钱 对形式怎么变这么好了 为什么 你老买很贵的 很贵 这个是个什么现象 没有这买卖嘛 这个社会当整个 这很容易理解整个社会的控制 一方面很需要 我们刚说了 种种的媒体也好 生活上面的比较诱惑多了 你看我对不起我再插一句 就好比现在最流行的网红 不管你怎么说 我认为他总是有色诱的性质 对吧 不管你怎么说 我唱歌跳舞 我有才艺对没问题 但是从你的打扮 从你的整容 从你的一切 甚至需要有关部门禁止你脱衣服 对吧 他是个潜在的一个 这种小女孩色诱 是吧 我们这样看好了 我当然不是说鼓励这种事 因为里面很复杂的 你一鼓励了 甚至你不鼓励 容许有一个看法 你容许 像容许性工作者 就已经是说 会无意中就引导很多女人 不往那个所谓的 努力上进那条路 而往那个方面去走 因为那个本身 工作比较多限制 我意思是说 你倒过来 假如你说网红 我们从他的角度来看 我经常想接着这些问题 据说做网红 我记得是你们节目 你们启蒙我的 我当时不知道 什么女主播 可以一个月有十万二十万 收入 是啊 我就想 假如一个女生 有机会说 要不要当女主播 OK 她的选择两个 我要 就像你说 好像有点奢情的味道等等 可是基本上是安全的 OK 我一个月可能是十万 别说十万了 五万 OK 我不要 我今天可能去一个服装店 穿着高跟鞋 站在那边十个钟头 领回家多少钱 我不晓得 内地工资五千 那当然了 OK 然后我里面种种受尽欺凌 受尽还是可能被老板骚扰 被客人骚扰 被别人白眼 做了三年之后 我的腿都受伤了 攻伤了等等 OK 我的选择很清楚 不太容易拒绝这个东西 所以这就会很发生 就是说性交易 这个轻易 这是性交易 那太容易了是不是 就是女孩子对于自己的 如果我们现在真的要讲 就是女孩子对自己的定位 我觉得已经越来越低了 就是说你感受不到